《腦血管狹窄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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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常見的就是 因為腦血管狹窄就會出現腦梗塞 腦梗塞以後 病人就會長期臥床 在性命被影響到 梗塞的重要部位的時候 病人就會出現長期臥床 昏迷甚至死亡 轻度的话 或是枪细性梗塞 病人呢就会出现 一次性偏瘫 然后呢会慢慢恢复 这个是它主要的这个危害 对长期病人长期卧床的话 就会形成坠机性肺炎 而且呢给家庭 给社会带来很多 带来很多负担 长期卧床起码有家人在这陪床 而且呢需要耗费人力 也会耗费物力 家属治疗他的话 这花很多钱 尤其而且这个的话 不住院是没法报销的 再有的话就是 病人身上会出现坠机性肺炎 反复的发烧 以为是感冒 然后最后因为肺炎致死 还有的病人长期卧床 会导致入床的发生 皮肤压疮 皮肤压疮发生以后的话 很难治愈 这些都是它所带来的危害 这些都是它所带来的 但是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